疫情不可怕,不过有些事不能靠个人去抗衡, 怎好呢?有个网友提出来,在我的Facebook留言, 我想他这样说,都几有代表性, 反映到现在我们这个社会,很多人的心情很无奈,很无助,很彷徨, 现在整个城市,大部分人似乎生活在这种负面的能量, 觉得命运很安排,自己这么凄惨,结果不用说, 负面思想制造负面现实,恶性循环下去,终须身心崩溃,社会越来越地狱, 其实这个处境偏偏就是我们修行觉醒的好机缘, 我们迫苦跳墙,趁着生活里面很多东西停下, 生活方式的节奏改变,更加有利地深切反思,生命存在的真相, 就比如刚才提到的心态,有些东西不是靠个人可以抗衡, 那怎算好啊,问题正正就是出在这里, 那个心态抗衡,唉,我也知道,人算不如天算,天算永远占上风的, 如果我们看不透这个天机,继续不明白宇宙大计划运作的原理呢, 那就注定痛苦下去咯,想回回头,如果现在这个处境出现在二三十年前, 估计我自己都多多少少有这种无奈受害的心态, 不知怎样好,很感恩有机会修行,得到高人指点, 又不断通灵,天启,下载启示, 我就慢慢误出了一些有用的人生智慧了, 你想不想听这些道理呢? 为什么我认为问题正正就是出于那种抗衡的心态呢? 首先,唉,经过无数次事与愿违, 想过有没有那样呢? 我终于立下来承认,要发生的事都是要发生的, 不然你不接受的,要不然你撞头埋牆, 不会有好结果的嘛,是吧? 那于是,很多人就想了, 那就是说,什么都认命咯, 任由命运去摆布咯, 那做人才有什么意思呢? 去到这样的位置呢? 我觉得,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换框了, 反转来想,即是你手上有一副烂牌, 这个时候才是表演能力的好机会嘛, 你拿些好牌呢, 谁都可以搞下去啦,好碘啦, 只有烂牌去考验你,煎熬你, 我们才会排阅有进步的嘛, 如果没有红炉火, 怎样可以练出真黄金呢? 能够这样去想呢, 我们才不用去沮丧失去斗志, 反而会觉得奋斗是很有价值啦, 那刚才我讲的那些呢, 就是在一个新的课程, 活出灵魂使命课程里面, 第八课之中的第六课, 顺应生命之流里面的部分啦, 很欢迎你都参加我这个课程, 那你找回你的灵魂使命呢, 以后不但你自己很幸福, 你周围的人都因为你生活在天堂里面, 不用这么地獄啦, 多谢你收看, 希望刚才的分享, 对你有些啟發啦, 如果有用, 麻烦你都可以传给其他人啦, 拜拜!